如果以這個成長性來說 台積電絕對是比聯電還好 尤其是我們到NVIDIA的訂單 還是源源不絕 包括AMD也是這樣 甚至包括說Intel Intel他直接跟你說了 他財務長就說 不好意思 三奈米 我們還是台積電的大客戶之一 所以他還是會來給台積電代工 對不對 他這個50多歲 55歲才創了台積電 人家在問他美國廠的這個狀況 他很罕見 他講了這件事情 他說當年他在這個工作的時候 然後什麼生活跟工作 不協調的這個狀況 因為沒有工作就沒有生活 他說他當年就是這個樣子 怎麼會出現現在是這個樣子 他的言下之意是不是講 美國勞工草莓組 他或許他有這個意思 但是我覺得這是美國 因為美國的法令 就是這樣的規定 一個人的武林會持續到什麼時候 持續到永久嗎 我們來看外資的目標價 直接你看已經快要四位數了 匯豐來到993 高盛是975 海通國際933 哇 不得了了 好 那什麼時候會來到呢 我們來看還有一個統計數字 他說今年2024年 全世界的晶圓代工 可以成長12% 我們台積電 只有台積電 今年可以有兩位數字 成長20%以上 然後他還算了一個數字 他說如果這個世界上 沒有台積電的話 晶圓代工的成長 只會有3% 所以他的結論就是 接下來還是台積電 一個人的武林 所以四位數字有沒有可能到 施聰哥 對 沒錯 我剛才不是說嗎 如果以這個成長性來說 台積電絕對是比聯電還好 外資其實也告訴你的確就是這一點 所以目前為止 外資都把台積電的目標價 往上調高 包括說像匯豐 他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調到993 那高盛是975 那海通國際來說的話是933 他們之前都只看700多對不對 對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你跟妳講 大概似乎是破千元 可能他們都有這樣的期待 我覺得其實也有可能 也有這樣的可能性 但是我覺得可能不會是今年 因為今年如果用台積電來算的話 EPS就是40塊 但是明年就 他有可能會有40幾到50幾 50幾 落50幾塊 你用20倍本益比 那就有囉 就有可能會有這樣的可能性 所以我覺得這個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為什麼他們會出去這樣的報告 主要原因 當然他們是從基本面出發 第一個就是蘋果跟高通的 新晶片的量產速度高於預期 為什麼要高於預期 因為很簡單 因為現在大家都在說AI手機 AI手機來說 尤其是蘋果 大家注意到蘋果最近的動作 其實非常有意思 他不是傳出說 他在中國大概有可能會用百度的AI 當成是他的這個介面 然後在中國以外的用所謂的Google 所以顯見 他的AI介面是要加快速度 如果他一旦導入AI的速度很快的話 搞不好會讓他下一支手機爆發起來 當然對台積電會有一個幫助的狀況 當然高通也一定 他這個趨勢他也知道 所以兩個來說 現在都有一些新晶片量產 他們都看好今年的AI手機的換機草 第二個就是AI趨勢 尤其是我們到NVIDIA的訂單 還是源源不絕 包括AMD也是這樣 甚至包括說Intel Intel他直接跟你說了 他財務長就說 不好意思 三奈米我們還是台積電的大客戶之一 所以他還是會來給台積電代工 對不對 那除了手機之外 另外就是PC 但包括這幾天的時候 我差點嘴是東哥 如果台積電都不要接 英特爾的訂單 會害他倒嗎 我是不會讓他倒 但他成本可能會上揚非常多 那可以故意弄他 但是台積電不會是這樣子的 因為台積電都是跟客戶維持好關係 他是要做大家的朋友這樣子 而且我跟他講 為什麼他要繼續做Intel的訂單 他要讓他屌 因為如果Intel Intel如果開始下單 下單越來越多 越來越大的時候 他以後要離開台積電也是很難 對 所以我覺得 這其實是一個策略 所以不只是手機 還有包括說PC 你看從最近的AMD DALE什麼 他們都很看好今年的AIPC 所以看起來的話 今年的台積電的題材是相當多的 尤其是台積電目前為止來說 他開始往先進製程加快速度 包括說寶山 他有個N2的製程 這個2025年要量產對不對 高雄現在的2奈米的這個廠 也開始在快速的進行 包括說像現在的熊本廠 也開始在快速進行 所以現在看起來 你看他可以說是新產能遍地開花 所以原本的市場預估說 今年的台積電自己估的資本支出 是280億到320億 現在市場是說 有可能會提高到300到340億 當然他這一次是4月18 要進行所謂的他的法說會 現在法說會的時候 他會說更多更多的狀況 如果資本支出提高的話 他配息就少了 應該是不會影響他配息 但是這會對什麼 這會對他相關的供應鏈 你可以看到今天 他這樣一說出來的時候 他相關的供應鏈 就出現一個大漲的狀況 當然相關供應鏈裡面 也很多是所謂高股息的概念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這一塊 另外第二個就是說 台積電這幾天來說的話 當然有一個消息 就是華爾街日報刊出來 就是他們去訪問 張宗某董事長的這個事情 當然訪問張宗某董事長來講的話 他講了非常多 他當然是把張宗某董事長 誇了一頓 張宗某董事長也真的是很厲害 包括說他中年創業 他是50幾歲才創業 所以我覺得大家 好勵志 對 如果是說像我這樣的年紀 我是50左右 我也可以像他這樣 重新創業也真的非常厲害 所以他1985年 1983年他離開德宜 他一直在德宜工作非常久 升不上去 他自己說 我跟人家不好相處 哥哥不入 所以我就離開 離開後來去通用 他在通用之後 他覺得做了不開心之後 1986年 應李國鼎先生的邀請回到台灣 然後1987年就創了台積電 你看1987年到現在2024年 他這個50多歲 55歲才創了台積電 然後他就說 其實他認為因為是他 才有可能會成功 為什麼他這樣講 因為其實記者有問他 說美國像什麼Google 臉書 他們都是很年輕 你為什麼你覺得 你可以老年才會成功 他說因為他這個模式 是不太一樣的 他這個模式是在 整個半導體產業裡面來說 製造業中間的模式 我覺得製造業跟那種想像 創意那個是不太一樣的 他還是需要很扎實的基本功 他有很多經驗 對 所以他認為說 台積電是創新的模式 年紀較長比較有能力做得到 他認為是他 然後他自己說 他自己是老兵 他說我不死 但是會逐漸凋零 這是麥克阿瑟的名言 其實他講這個意思是說 因為現在有台積電 很多風風雨雨 他現在已經不在第一線上 慢慢的淡出 但是他還是會關心 台積電的發展 好 最後是說這個人在問他 美國廠的這個狀況 他很罕見 他講的這件事情 因為過去他只說 我不看到美國廠 但是具體不看到什麼 他也沒有講得很明白 但是這次他講得比較清楚了 他說他當年他在這個工作的時候 哪有什麼生活跟工作 不協調的這個狀況 因為沒有工作就沒有生活 他說他當年就是這個樣子 當年他在美國創業 或是當年的德州儀器 在這個所謂半導體產業 是這個樣子 那怎麼會出現 現在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認為說 這個是美國 這個亞利桑那州 有所謂的勞動糾紛相關的問題 所以他言下之意 是不是講美國勞工草莓組 他或許他有這個意思 但是我覺得這是美國 因為美國的法令 就是這樣的規定 我們也沒辦法去扭改 美國的法令 現在的時空背景說真的 跟張中某董事長 在工作的時間背領 也不太一樣 現在年輕人注重 跟他當年注重的不一樣 所以當然張中某董事長 表達他的看法 但是台積電能不能夠 因為這樣子就改變 美國亞利桑那州的勞動條件 這個也不太可能 所以我覺得這個 當然是他的意見 我覺得值得大家參考 對 不過這也是很難得 又看到張中某接受專訪 所以大家很好奇 你如果有興趣的話 趕快去找找 到底他全文怎麼被訪問的